勇士老大太膨胀,直接高喊建立不败王国,谈到詹黄,就当他不存在,勇士老大库里最近开发了自己的训练营,训练营期间,库里也接受了著名媒体NBC的采访,库里谈到了詹姆斯,他来胡人,对西部肯定是好事,西部的球星更多了,我们跟他交手了很多次,所以我知道他的实力,但这詹黄到来,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计划。 他不会让我们做出特殊对待,库里承认,每一年这里都是一样的,9月份集合,训练,并且追逐新的总冠军,现在三连冠是我们的目标了,每支球队都想击败我们,所以他们的运作没什么奇怪的,但我们唯一的目标仍然只有总冠军。 刚刚过去一个赛季,勇士在总决赛丝毫没有遇到抵抗,轻松横扫了詹姆斯,但新赛季的情况又不一样了,火箭变得更加强大,雷霆一直虎视眈眈,詹黄也空降了洛杉矶,虽然库里嘴上说得很轻松,但真正打起来,他恐怕就没有说得那么轻松了。 好,好。